欢迎收看永家乐新闻 我是黄又闲 先开始带你来看到的 这是沐田正在新建的新舞台国民运动中心 因为营建工地的施作 到处可以看到尘土飞扬的情况 附近居民就向议员送民中来反应 希望能够赶快将大楼的外墙清洗干净 结果包商却是要附近的人事上有关 单位提出有意的污染证明才愿意来处理 此话一说出来也引发了议员送民中的震怒 新舞台国民运动中心目前正在新建中 但周遭社区因营建工地施作 造成漫天尘土飞扬也影响周边环境空间 当地居民希望包商能够负责将大楼外墙清洗干净 改善居住环境 因为里面感觉到我们的外墙 现在已经有肮脏的现象 其实我很注重敦清木林 我们的里面真的居准强好 水平过 提议很多次 我这很喜欢小事 大肆化小事 小事化无事 所以我都按照他们说 决定会做 你放心 这个小事情 但是后来我感觉到 有些某些细节 怕延误到 因为这工程大家进度到 人家说 怕要讲一讲 先讲好 到底会不会去做这个 敦清木林的动作 宋明宗议员与 赖球妹议员服务处主任 也到现场参加协调会 对于包商不仅未同意 立即处理 而且还要社区请环保局出具 污染相关证明 此话一出 当下引起宋明宗议员强烈不满 还要叫人家去找证明 你们这东西你要自己去调查 我是听不到你 郑存 保险 因为我这有相对 你稍微干 我在这里做的先 你稍微干 我会把三官的资料 你要不要做就好了 一句话 你真的要再重新 他们重新调查 我们再送资料给你 你不敢 敢去调拜 敢去调拜 社区希望厂商能够做到敦青木林 担任厂商多有推诿 造成会议不欢而散 对此宋明宗议员表示 将会行文要求立即停工 并且在三日内将社区大楼外墙清洗完毕 以维护居民权益 涌燃的新闻 泰山采访报导